没想到希罗喜欢小奶狗 宗战摆磨着梨翘这番话 内心很是不信 小奶狗那玩意儿 能有大狼狗好用 商誉和梨翘 不约而同地宁着宗战 两人的表情都透出几分玩味 宗战对他们玩味的神色 视若无睹 出于礼貌 又侧手问希罗 你怎么走啊 希罗杨纯 对着路边的一辆路虎车示意 挥了挥手 各位回见 宗战的视线随他的身影而去 来不及调侃 那辆路虎车的驾驶室 就走下来一名 长相轻松俊逸的男人 希罗钻进车厢之前 还用食指勾了勾男人的下巴 看在宗战的眼里 就两个字 轻浮 那是他男朋友啊 也没准是司机 宗战刚想说话 商誉已经牵着身边的女孩 走向了停车场 夜风中 又传来李翘的一句点评 没想到希罗喜欢小奶狗 宗战摆摩着李翘这番话 内心很是不幸 小奶狗那玩意儿 能有大狼狗好用 时间如水 转眼过了两天 李翘一直在试图寻找 景一兰可能会留下的线索 这天 李翘趁着中午 准备去眼黄找商誉共进午餐 大厦楼下 他和希罗迎面相遇 要出门 一会儿回来 性理的解决了 破产家失信 东山再起不可能了 李翘走后 希罗瞅着他离去的方向 撇撇嘴便走进了电梯 隔壁 眼黄总部 中午想吃什么 随便 李翘看着对面的墙壁 心不在焉地回到 不客 男人处理完最后一份文件 便起身 走到李翘的身边坐下 在想什么 我想回一趟边境 去几天 不会太久 最多两天 也好 电话时间 我让刘云安排行程 你也去 我最多两天就回来 你不如在公司 不想让我接二叔 李翘抿着沉 不说话了 这和他那句 侯爵夫人不能去 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敲定了去边境的事 李翘也没再纠结 眼黄集团的现状 莫奥贤身为他的老师 加二叔 也确实应该和商誉 见一见 还有 莫爵 李翘陪着商誉吃了午饭 离开眼黄公司之前 用手机登录了股市 既然不能帮他什么 那就再买点 眼黄的股票 拉一下K线走势吧 值得一提的是 长老唐闹出来的乱子 也并非没有好处 至少荣誉少将的身份 公布之后 眼黄集团的股票 三天内的涨幅 超过了百分之十 李翘所持有的股份 净赚将近十亿 他面不改色地退出了股市页面 和商誉吻别后 不急不徐地出了门 当天下午 李翘着手准备 启程回边境的事 临下班 宗月敲响了会议室的玻璃门 宗月敲响